坦白局留在日本还是回国 2014年音乐 我来到日本留学 专业间马上就要十年了 留在日本还是回国 是很多在日华人都思考过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是 想要回国的话 毕业后马上回国 来日本待得越久 就越回不去了 我想说的是 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 在日本越久 就会越来越习惯日本的生活 产生越来越多与日本的羁绊 有越来越多在日本放不下的人和事 也就越来越无法毫无牵挂地离开 不过 很多事物都会有终结的时刻 就像我刚来日本不久后 买的这台二手风扇 虽然买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使用售美的上限 但我还是使用了八年 在今年 它终于罢工了 我也换了一台新的风扇 或许一个阶段结束了 就应该进入下一个阶段 留在日本还是回国 是一个需要深重考虑的问题 那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